一字的空间 不断降低的数值 生存还是毁灭 我还是我吗 你好朋友 我是幻视里好员阿宋 今天我们要前往一个孤独的世界 一起来看 阳系危机 红光忽眠忽暗 伴随着急速的滴滴声 女人挣扎破开包裹自己身体的薄膜 她贪婪呼吸的样子 好像窒息许久 接着扯开身上的绑带 取下头盔 忍着剧痛拔出手臂上的针管 不然一幅医院急救的画面 闯入她的脑海 女人好像丧失记忆 对于自己的处境一无所知 与此同时 狭小的空间又让她十分恐惧 她惊慌失措 四处拍打 大声呼救却得不到回应 可下一秒 四周的监测仪器都被点亮 女人意识到 自己似乎是被困在一个医用低温舱中 电子音响起 人工智能米罗 监测到舱内氧气含量只有35% 女人怀疑自己被绑架 却什么都不记得 只被本能驱使着想要逃出去 米罗随即解释 医用低温舱发生故障 氧气含量急剧降低 此时女人又回忆起医院急救的画面 她好像意识到自己身处医院当中 可密封的低温舱却怎么都打不开 女人歇斯底里地大叫 希望能引起外界注意 随着她在舱内剧烈运动 氧气含量迅速降至34% 女人四处摸索 不断告诫自己冷静下来 她既希望于失控报告已经发出 可却被告知暂无回应 无意义地挣扎只是徒劳 迅速冷静下来才是最该做的事情 随着女人慢慢稳定 记忆碎片也涌入她的脑海 她回忆起自己的童年 做过的实验 还有和自己非常亲密的男人 可唯独想不起来自己是谁 而米罗也没有提供帮助 只是冷冰冰地告诉她 她的代号欧米克朗267 随后女人通过米罗的帮助 才看到自己的模样 即自身呼吸过后 不合时宜的电子音响起 氧气含量33% 建议减少消耗 窒息画面不断浮现 恐惧笼罩着她 女人希望从米罗那里了解到 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可她一无所获 虽即女人苦苦哀求米罗放自己出去 却不料根本没有收到回复 解锁过程也被未知的密码中断 女人几尽崩溃 但她集中升职 开始通过数据传输来联系外界 很幸运 女人联系上警察局 她告诉警察 自己正被关在一个低温舱中 氧气含量也在不断降低 可丧失的记忆并不能提供有效信息 位置也无法确定 在警察的引导下 她找到低温舱的训练号 以及制造商信息 然而警察表示还需要查询更多 随即主动挂断电话 女人和外界的联系就此中断 可她并没有坐以待毙 而是用尽方法来找信息 通过搜索自己DNA 她最终发现自己是一名科学家 名字叫做丽兹 此时警方科学技术部的莫罗打来电话 兴奋不已的丽兹 把刚得到的消息一股脑地讲出来 可她突然发现 舱内氧气含量已经降至31% 只够支撑43分钟 莫罗告诉丽兹 警方还是没办法找到她 因为她所在的低温仓 三年前就已经被销毁 这个噩耗像是晴天霹雳一样击垮丽兹 她不停地思索 自己为什么明明身体健康 却被关进医疗低温仓 心惊胆战的丽兹 心跳不受控制的加速 被绝望包裹的她 嚎啕大哭起来 警察不停平复丽兹的情绪 表示会继续帮助她寻找密码 来解锁低温仓 随即通讯中断 丽兹又一次陷入绝望 这时电子音响起 米罗表示氧气含量29% 生存概率0 要强制给丽兹注射镇静剂 这让她惊恐万分 拼命反抗才逃过一劫 可剧烈活动下大幅度耗仰 丽兹陷入短暂厥 还导致舱内氧气含量 急剧下降至23% 昏厥带来数个记忆中的画面 她终于看到记忆当中 那个男人的正脸 对方正在专心研究 一个类似翅膀的模型 可还没等丽兹仔细思考 随着氧气含量降至22% 提示音突然消起 丽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从她的资料当中 找到蛛丝马迹 原来丽兹曾是一名冷冻学博士 联想到自己所处的低温医疗操 意识到现在的情况 一定和自己曾经的研究有关 随后丽兹看到自己和老公的合照 原来出现在她记忆当中的那个男人 正是自己的老公李奥 曾经她和老公的美好回忆 也逐步浮现在脑海当中 丽兹逐渐冷静 找到李奥的电话号码打过去 可事与愿违 她并没有成功联系上李奥 截止目前 丽兹好像还在原地踏步 并没有人能够找到她 绝望的情绪紧紧笼罩着她 正当丽兹气急败坏时 米罗冷冰冰的声音响起 氧气含量21% 不死心的丽兹 紧紧抓住医疗舱顶部坐起身来 挣扎着解开她脚上的束缚 解放的双腿让丽兹倍感舒服 不由地放松下来 于是她又重整旗鼓 开始四处摸索 寻找打开医疗舱的方式 可就在这时 一只硕大的白毛老鼠窜出来 丽兹被吓得花容失色 好巧不晓 之前有关于老鼠的实验场景 也闯进她的脑海 万幸虚惊一场 这只是一阵幻觉 丽兹逐渐平复下来 拿起之前拔出的针头 寻找逃生方式 此时米罗察觉到 丽兹脉搏很快 建议使用震惊剂 他下意识拒绝米罗 转念一想 震惊剂上面的大针头 刚好是衬手的工具 便欣然答应米罗的建议 等机械臂刚一伸出 丽兹就眼睛手快紧紧攥住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把震惊剂夺下来 丽兹打亮着针头 不顾米罗发出警告 快速插进旁边的缝隙中 企图撬开低温舱 然而就在这时 自拉一声 电流声响起 丽兹被电机倒地 他顿时深陷于绝望当中 眼泪从眼角滑落 不停念叨着 我要死了 舱内氧气含量也降至20% 突然电话声响起 警方技术部莫罗的声音 让丽兹愁然希望 通话过程中 氧气含量17%的提示音 让丽兹手足无措 莫罗不断安抚他 告诉他已经找到他的位置 不断鼓励丽兹 专注于真实的事情上 丽兹回溯之前的经历 发现疼痛感和刺激 可以帮助他回忆起真实世界 于是丽兹拿起针头 狠狠地朝自己手心扎了进去 伴随着钻心的剧痛 丽兹曾经与丈夫的美好回忆 瞬间涌入他的脑海 莫罗的声音突然响起 还伴随着和其他人窃窃私语 丽兹告诉莫罗 去找自己的老公李奥 就能弄清楚所有事情 可莫罗却告诉丽兹 在警方的情报当中 丽兹并未结婚 这样丽兹既震惊又疑惑 难道之前的记忆都是假象 惊慌失措的他 在社交媒体上疯狂寻找 李奥的踪迹 可却一无所获 李奥的消息被抹除得一干二净 但脑海中浮现的记忆 让丽兹万分肯定 丽兹万分肯定之前得到的消息 都是真实的 一番推理过后 他恍然大悟 这个所谓的技术部莫罗 在撒谎 或不担心 此刻医疗舱内氧气含量 已经低至15% 后知后觉的丽兹 立刻挂断电话 关于李奥的画面 在他脑海中逐渐清晰 李奥深受病痛折磨 日常起居都十分困难 甚至到了需要送医挤救的地步 丽兹迅速冷静下来 打开刚刚通话的录音 细心聆听一遍又一遍 电话中传出的细微声音 更让他堵定 莫罗一直在骗他 随即电话声响起 是一个陌生的女人打来 陌生女人对丽兹的处境非常清楚 还透露出李奥已死的消息 但因为与刚才莫罗的接触 使得丽兹并不信任他 很快挂断电话 此时低温舱内氧气含量 降至14% 电话立刻又响起来 依旧是刚刚陌生的女人 他不断强调只有自己可以救丽兹 甚至他还知道密码 但丽兹对此仍是将信交疑 不断要求陌生女人说出密码 否则就挂断电话 仰看他态度如此强硬 陌生女人无奈妥协 但同时也告诉丽兹 一旦打开医疗舱就会死去 丽兹并不相信 执意要打开医疗舱 在陌生女人不断哀求下 丽兹答应按照步骤操作 关闭推进器 操作完成后 他发现重力奇迹般消失 进入到失重环境当中 丽兹终于搞清楚资深处境 居然在外太空 距离地球足足有68775公里 随着推进器重启 重力回归 丽兹也重重的摔下来 此时舱内的氧气含量 已经低至13% 陌生女人也在电话里 把事情真相娓娓道来 地球遭遇病毒感染 人类会在两个时代后灭亡 外星殖民计划迫在眉睫 丽兹就是首批被选中的人 计划中 丽兹会陷入深度休眠 在医疗舱中跨越茫茫宇宙 降落在条件适宜的星球 之后苏醒进行外星殖民任务 可丽兹刚刚出发 医疗舱就出现问题 在舱中休眠的她也被强行唤醒 此时唯一能够活下去的办法 就是根据陌生女人的提示 在舱内氧气浓度降至2%之前 重新进入深度休眠状态 可话还没说完 陌生女人就被抓走 只留下找李奥来触发记忆 这样模糊的提示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丽兹彻底绝望 她毫无头绪 在医疗舱中歇斯底里的叫喊 正在这个时候 毫无感情的电子音提示她 氧气含量11% 听到这如同死亡倒计时般的声音 丽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寄希望于把低优先级程序停止 控出来的资源 供高优先级程序使用 可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这个做法根本行不通 她一下子变得心如死灰 绝望中拨通母亲的电话 慢慢关切的话语 让丽兹泪流满面 想想自己现在的处境 丽兹如同被深渊吞噬 看不到一丝光明和希望 而更为雪上加霜的是 此时舱内氧气含量 仅剩6% 她无可奈何 苦笑着准备解锁医疗舱迎接死亡 却突然想到 死之前哪怕远看一眼里熬 也是好的 于是丽兹打开绿光镜 却不料赫然看到一具 被贯穿头颅的尸体 如此可怕的场景 吓得丽兹瑟瑟发抖 过了许久才稳住心神向外看去 密密麻麻的医疗舱 在太空中卷成筒状 恢弘又壮观 她还顾不得感慨 就找起里奥所在的医疗舱 可这万分之一的概率 谈何容易 丽兹不断回忆着 关于里奥的细节 终于确定医疗舱的编号 看到存活着的里奥 但舱内的面庞 却和记忆中的里奥截然不同 额头的疤痕消失不见 她意识到事情不对劲 瞬间重新开始搜索自己 看到关键词是自己的视频当中 一个老太隆中的女人 正在讲着有关记忆转移的会议 丽兹心中生出一个大胆的猜测 她立刻打开之前电话的录音 进行声音识别 那陌生女人的声音 竟然同样来自于自己 丽兹恍然大悟 设计医疗休眠舱的 在休眠舱中遇险的 打电话来拯救的 居然都是她自己 只不过陷入休眠的是克隆人罢了 弄清楚一切的丽兹迅速冷静下来 欧米克朗就是没有被病毒感染的记忆 在计划当中 就是被用于在外星球繁殖人类 可事实摆在眼前 丽兹却崩溃了 她是一个克隆人 终其一生也没有离开过这个舱 尽管她对人生了如指掌 但却从未经历过 这样的消息把丽兹打击得体无完肤 她歇斯底里的大叫 恶狠狠地砸向四周 氧气含量也在这个时候达到零界值 仅仅剩下4% 丽兹发泄完之后 打开录音希望留给里奥最后一段话 说着说着 她发现她始终深爱着里奥 这也激发出丽兹的求生欲 她重新开始寻找低优先级的程序 就在此时 催命般的倒计时声音响起 氧气含量只剩3% 安乐死程序启动 一分钟后致命的药物就会顺着静脉 注射进丽兹体内 求生心切的她 强忍疼痛 硬生生拔出腹部的插管 可倒计时并没有停下 丽兹发现脚上还插着最后一根注射器 随着倒计时迅速减少 药物已经在导管中奔涌向前 丽兹不顾身上的创伤 费力地把自己折过去 轻军一发之际 终于拔掉脚上的注射器 丽兹释怀地笑了 甚至还和米罗开启玩笑 随即她灵机一动 立马停用控制安乐死程序的处理器 高优先级的程序也得以正常运行 丽兹长出一口气 脸上也露出开怀的笑容 执行返回深度休眠状态程序 可之前还在身上的检测仪器 早就被通通拔掉 她也只好艰难地做起来 把这些仪器恢复原味 电子音提示氧气含量 以达林介质 丽兹赶忙其身 可一大群白皮老鼠映入她的眼帘 他们在丽兹身上爬来爬去 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闭上眼睛 以前用老鼠做实验场景 深深刺激着丽兹 她不断呼喊 下一刻 老鼠竟突然消失不见 原来这只是因缺氧导致的幻觉 此时舱内的氧气含量已低至2% 那幻觉大大影响到 丽兹恢复仪器的进度 时间所剩无几 丽兹稳住心神 插入静脉注射针头 强忍剧痛把导管重新插入腹内 带好奇怀 最后连接上大脑活动检测器 这一刻 舱内的氧气含量已降至1% 正当她松了口气时 米罗告诉她 至少需要2%氧气才能成功复送 绝望之中 丽兹平静地接受现实 闭上眼睛 结束录音 满怀着对丈夫的爱告别了李奥 迎接死亡 舱内氧气含量还在不断下降 丽兹突然睁开眼睛 集中生智 想到其他医疗舱的存在 于是赶忙让米罗为自己输送氧气 在听到确认的答复后 丽兹也终于带着笑容 返回深度休眠状态 丽兹喜极而泣 被包裹在薄膜当中 静静等待下一次苏醒 34年后 医疗舱顺利到达新的星球 而李奥和丽兹也终于相见 携手并肩 共同完成这次壮举 本片完 影片《氧气危机》于2021年上映 整体而言是一部并不宏大的科幻片 单一的场景与人物 对于演员的表现和剧本的逻辑 是非常大的考验 这部电影并没有硬伤 在剧情方面的表现可圈可电 同时人物情感的描述也十分真实 从绝望的破坏到对于新生的渴望 都被表现得十分清楚 转变也比较自然 可最后的结尾却显得虎头蛇尾 从别地抽掉氧气的做法太过于简单 但瑕不掩瑜 小场景 少人物的电影能够如此完整 如此动人心弦 实在不失为一部优秀的电影 朋友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好的 今天的航程到这里就结束了 阿搜要去为大家开发新航线了 我们下个目的地 再见 搜